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遭藍白黨團聯手退回 可能影響到軍公教加薪 行政院行政總處人事長蘇俊榮昨天坦言說 編列了272億元 要讓軍公教明年加薪3% 但如今沒有通過 暫時領不到 不過國民黨立委強調 總預算是還沒有審 不是沒有過 人事長話要說清楚 教室節才剛過 但明年調薪3%的大禮 恐怕老師們暫時領不到 人事長坦言就是因為總預算 在立法院遭藍白黨下 只乎是從這30年來第一次 原先已經編列272億 要幫軍公教明年調薪 總預算早再也封殺 行政預算無法執行 恐怕要傷了公務員的心 不過國民黨強調 這錢不是不能發 現在預算不是沒有過 我們預算都還沒有審 各地方議會三讀通過 大部分都是屬於延續或經常性質 皆可以如其發放 那這三趴要等通過才能再補發 當然每一個人期望是 越早拿到越好 為了讓總預算順利復委 行政院長竹榮泰 拜託立法院長韓國瑜協調 上週五兩人喝過溫暖的咖啡後 本週五韓國瑜也再替竹榮泰 要朝野黨團坐下來吃一頓和解飯 卻遭質疑溝通明明是執政黨的責任 現在卻要甩鍋給韓院長 他們只願意找韓國瑜 把其他在野黨黨團當空氣 我不會把它看成是和解犯 民政立法院計之間 再正當不過的互動 一定要找麻煩什麼都能嫌 飯還沒吃氣氛就很髒 使和解犯還是吵鴻門宴 朝野各自解讀 記者華洋樂達泰波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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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